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做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生活中有很多不经意的小习惯会影响到女性的健康 很多女性都不注重私处护理 经常无意识地做一些会伤害到私处的事情 一,过度清洗 女性私处是需要每天清洗 但是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 不要用妇科洗液 每天都要用妇科洗液 会造成过度清洗 会破坏私处的酸碱平衡 会影响阴道自禁能力 反而会滋生细菌,引发阴道炎等疾病 二,穿紧身裤 紧身裤能够很好的包裹女性的曲线 能够展现女性的身材 但是这种做法却不利于女性私处健康 会压迫到女性的私处 影响私处的血液循环 而且紧身裤的透气性不好 私处变得温暖潮湿 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 三,久坐 很多女性会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在椅子上一坐就是一上午 久坐会导致盆腔静脉回流受阻 容易引起盆腔炎 腹腱炎等妇科疾病 四,憋尿 憋尿虽然是很普通的一种习惯 但是它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原本尿液是在膀胱里储存的 如果没有及时地排出尿液 尿液就会上行到肾脏 就会引起肾瘀肾炎等炎症 这样做还容易导致尿路感染 引起很多不适的症状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没了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有关于健康的那些事